项目编号 SCP-029暗影之女 项目等级 Catter 特殊收容措施 SCP-029监禁在一个5级隔离牢房内 不允许以任何物理形式接触她 为了防止她逃脱 她的牢房放置在三重砌锁门后 029-43A事故后 不再向目标提供食物 似乎目标并不需要摄取物质也能存活 在她的牢房外需全天有三名警卫直起 并需有两名警卫在监控时实施监控 泛光灯安装在隔离牢房的墙壁上 而且必须在任何时候保持光照 每月一次进行牢房清理和检测任何可能的遗漏 在任何情况下均不能有任何男性与SCP-029以任何方式进行接触 任何与目标进行接触的男性在处决前将处于三级扣押状态下 SCP-029要求以下物品 一张床拒绝 一张毯子拒绝 一些书拒绝 一些衣服拒绝 这太荒谬了 这女孩甚至连衣服都没有腰 我们又不是动物 让她有衣服遮羞吧 Eric Boulding博士 Boulding博士 你得到许可给SCP-029递送衣物 Life博士 在0295-3B事故后 任何有潜在可能与SCP-029接触的人 必须先观看029-BODEEN的监控录像 作为工作室与SCP项目 特别是SCP-029的一种警示 描述 SCP-029看上去是一个印度血统的青年女性 似乎罹患全身脱毛症 她的皮肤色素超过80%是纯黑 其余部分则完全缺乏黑色素 类似白化病 她的眼睛也是深黑色的 SCP-029有严重的尸杀倾向 并且显露出一种值得注意的 将任何物品用作武器的能力 然而 她对于使对象戒却有降迫式的排斥 因此更加倾向于饿死受害者 SCP-029被证实拥有十分灵巧的 比普通人类要快四倍的身手 SCP-029同时也显露出对任何形式的伤害 都有很强的抵抗力 所有这些额外的能力在明亮或直射的光线下 会有很大的削弱 无论是自然光还是人造光 另外 任何男性接近SCP-029所在附近 一片定义为她感知范围的区域 将会被她的意志所驱动 这些人会变得心甘情愿为她而战 甚至为她而死 SCP-029宣称她是 大致上翻译过来就是黑暗女儿 影之女儿或夜之女儿 对SCP-029的调查证实目标难以引导 因为目标一直试图杀死或者转化任何与其对话的人 在囚禁她的几年中 她皮肤上的黑色色块一直在扩大 SCP-029最初引起基金会注意是因为一名在印度乡村工作的特工 一次差点危及她性命的事件让她发现一小撮自称为女儿服务的所谓Savis的狂信者 属星期的调查显示她们相信通过牺牲100万人的生命献祭给黑暗女儿 世界将会迎来末日之年 凯利优格 她们将复活她们的女神 并且毁灭世界 她们同时相信必须通过饿死受害者的手段进行献祭才能成功 通过这些事情特工追踪到了他们在山中地堡垒 在那她发现了SCP-029 当与特工的联系中断之后 数据删除 最后我们抓住了SCP-029 附录 在抓住目标的七年后 SCP-029开始显露出反常的色素沉积增加现象 当问及此时 她声称她的追随者们正在一次行动起来 调查之一 我们发现了一部分从我们第一次袭击中逃生的所谓Savis的成员 在发现目标的所有追随者都在那里准备他们的聪教节日后 就进行了一次战术空袭 当第一颗炸弹落地时 SCP-029从沉睡中醒来 开始怒吼 目标在之后的四小时里持续怒吼 与无伦次的吼叫着我们杀害她的子民 在此次事件之后 目标的色素沉积现象完全停止了 同时也在此次事件后 SCP-029开始积极地试图逃跑 以提议使用SCP-2820来无效化项目作为一种可能的应对状况恶化的方式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SCP-029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